虽说吸烟也还健康,戒烟也是为了健康身体做基础,但是在戒烟一段时间之内,身体因为某种改变,也会出现一定的异常。 本文就来介绍一下戒烟后有哪些症状。 戒烟后的症状表现 1.头痛、恶心焦虑 在戒烟之后的三四天左右,身体内已经没有多少尼古丁了。 2.因为尼古丁的戒断症状是最为明显的时期,戒烟人群会感觉到头痛难耐,也会表现出恶心、吃欲不振的症状,甚至还有一些人会出现腹痛,情绪也很容易波动,容易焦躁,因此这时候要尽可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,让自己的心情更加愉快,可以选择美食替代也可以多出去散散心。 2.睡眠质量下降 睡眠质量下降的主要症状表现是睡了醒,醒了睡,总感觉在睡觉,却总感觉睡不饱,早上起床之后,眼皮都打不起来。 这是因为戒烟之后身体没有烟,剪的提神效果,而出烟可以给身体带来愉悦感。 3.咳嗽 戒烟的时候,肺部产生的粘液会有所下降,这个时候肺部的鲜毛会开始重新运动,而这个过程会帮助身体将有害物质从呼吸道感出去,因此在戒烟的开始阶段,戒烟凌群会咳嗽,而且这种咳嗽会长达数周,但只要戒烟成功,这种咳嗽就会消失。 4.口渴,戒烟之后会经常感觉到口渴,因此需要大量补水,这个过程有助于帮助将身体内的毒素排出去,也是身体的一种本身有力反应。 5.饥饿 在戒烟之后,身体吸收食物的能量会有很大改进。有数据显示,绝大多数的吸烟渐群,在戒烟之后胃口大开,如果担心体重会射高,可以多做一些体育运动,也可以用低疼低热量的食物替代。 6.其他症状,除了上述介绍到的症状之外,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到汗颤抖甚至便秘的症状,口腔内会长疮跟脆痒。 7.在平常做事情的时候,注意力很难集中,甚至还会出现手足痒以及头皮造痒的症状,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,因为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,改变都是痛苦的。 8.一般这些症状在坚持几周之后会有明显缓解。 8.吸烟有化健康 8.为了自身健康,一定要尽早开始戒烟的这个过程,当然在戒烟的初期,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症状,这些都是正常的,大家一定要坚持下来,切莫前功尽弃,也不用担心,这是身体恢复的一种正常反应,只要坚持下来会发现症状越来越轻微,知道精神面貌越来越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